HELLO 剛剛有些收音方面有問題 其實DJI已經做得不錯了 在螢幕上有一個麥克風的標準 如果收到音的話會閃閃閃閃閃 剛剛發現沒有了 不知道之前有沒有沒有了 有兩個可能性 一件事就是關機 關機後再關機後就沒有了麥克風 剛才有一段影片發覺不能錄到 不過算了 別這樣說過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低電量 剛才到10的時候 我都打算用著不換電 就繼續錄 可能低電量的時候 給不到電的發射器 就令它收不到發射器 不是發射器 接收器就接收不到訊號 我這個麥克風通常說可以錄到 我忘記了幾個小時 可以錄到10個小時 因為它說這些都很耐 剛才不知道錄不錄到 又說過了 現在香港來講 以香港人 香港地區來講 關心應該是台灣選舉 剛剛三個臭皮像登記完了 我現在會講解三個 立正德 立正德 民進黨 蔡英文 因為2屆 關禮 電言文一屆 共通國際 通常也是 但有些不是 有些3屆 不過我忘記了 另外一個 安文徹 民中黨 我不知國語怎麼讀,但中文來時也聽錯文進黨文童黨的兩個黨名 第三個就是藍營的國民黨,魯士忽,三個黨 其實理論上,我沒有記得台灣要選總統要提名或什麼資格 香港特首有資格的第一件事,要選特首肯定40周歲,連年都有限制 你不可以說122周去選特首,台灣那些沒有深究了 你就知道他們有三個黨,有得選有三個黨 那可不可以有其他所謂的勾資,不要說出來 那些二大陸黨可不可以讓人入島去選呢,不知道 其實以美國計算,每屆總統選舉都有幾十人選 不過只不過兩黨制之下就沒有人理會其他黑兵蟹將 那說回台灣選舉,原本所謂的藍白配,因為歐文字是白色的 就說無黨無牌,就說無黨無牌,就藍白配 原本在選舉前幾天就搞過聯合選舉 那麼到臨時提議題便交表之前就又又拆火 難聽說政治這件事就是個懷鬼胎 排名來說,民進黨應該贏硬,因為執政黨 另外,他本身意識形態是懂得玩輿論 在輿論方面,他變得最懂得玩 第二屆執政,因為跟時代力量結文 變成年輕的一批勇動 阿文哲出來,他會提出一些票 無論如何,如果是三人來說 民進黨得票是最多的 但如果是藍、白、配、合 那就要繼續 國懷鬼胎,有些香港人性 我覺得阿文哲,如果是藍百倍,應該會流失了部分選民 因為標榜本身是白色,沒有背景 你突然間又黏在藍色上 你一定會賺得賺 理性來說,大家覺得 你不黏在藍色上,永遠都贏不了 因為李文進黨,聽說都是那些不擇手段 控制輿論的那些政黨 不用說理性的那些東西 那些政黨肯定會比較有利 因為如果是藍百倍的話 就有關係 小黨一樣大黨 一起去選 那些政黨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踢走民進黨 暫時令所謂的台獨勢力 可以收一收皮 其實民進國民黨 其實民進國民黨 應該務實一點 民進黨是理想化一點的 那 如果真的台灣獨立 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呢 我就覺得是無可避免的 那民進黨就覺得 應該給你的腦會撐 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最清楚不知道 但純粹是個人 政治分析、理解 或者自觀期望 我覺得 其實是在柯文折返反胎先 因為我覺得 所謂3% 哪個正哪個副 覺得不著數 其實就是問理由 我覺得他 公佈了藍百倍之後 他們去樓室的支持者 比相中多 所以就找個理由 不可以了 不玩了 藍百倍 那 現在 三條粉絲出來選 就 如果你說 買大小 你叫我買 我也是買 民進黨贏的 其實最主要看你現在就是 台灣的輿論系統 賭去哪一邊 其實 輿論系統 其實就是 台灣的輿論系統 其實都是被美國佔著的 不是說你想要怎樣 會不會 可能都會贏 但是不會把議題吹到 以前 之前 蔡英文 所謂 今天 香港 明日 台灣 那種 就是 吹到 離心 吹到太厲害了 那 變成 所謂的政治擺放 所謂的政治擺放 如果 民進黨的險性 一定要顧及 所謂反對派的聲音 不是到時 急症都會變得很大困難 其實 台灣的政治生態 其實 我覺得 台灣的政治生態 選哪一個 選哪一個 其實 不是 比較低層次 比較偏面 大家去聽 吃花生 但是 其實 深層次去看 其實 台灣的 種族轉決制度 其實 就 搬了 美國的制度 不過 其實 又 不是搬的 那 又 因為 它 不是 兩黨制 其實 美國也不是兩黨制 不過 事實就是兩黨制 基本上沒有人理會第三個候選人 就算你電視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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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都不會聘第三個人 品牆在那裡說話 明明有第三個人在那裡 有其他人選 都不會聘請他們 即是不會有所謂的公平選舉 第三者 第三個人是沒有選擇的 很多人都稱讚 台灣的選舉制度非常完美 其實 老套一點說句 沒有一個選舉制度是完美的 那 講講 美國 美國兩黨制 那 其實 就算總統選舉 其實也有第三者 有第三者 有第三者 有第三個候選人 每一屆總統選舉 都有幾十人選 不過 沒有人理會的 那些只是 只有三十百分之一 可能有三十百分之一 可能有三十百分之一 最少三十百分之一 就是最少三十百分之一 就贏 其實你不是大多數 很奇怪 我覺得 好像法國選舉這樣 對 要多輪選舉 不知道是否兩輪 三五輪 還是沒有 不知道多少次 總之最後一次選總統出來 一定要過五十百分之一 一定要支持那個 反對那個 如果 假如 賴清德今年選到 三十四個百分之一 其實只有三成人支持 那 選舉合法性 是否應該有些問題 所以 其實 所謂 南八倍 台灣的選舉 應該好像法國這樣 要 就是 當 民進黨 拿不到五十一個百分之一 選票 理論上要進行第二次選舉 跟著就 再選多次 由 第一第二 當是第一第二 通常都是第一第二 再選多次 看看誰 拿到五十一百分之一 現在就沒有這個 台灣沒有這個 這個制度就沒有了 我覺得就是 當年 當年應該是 那個選舉制度 設計出來的時候 特意被民進黨贏 為什麼會這樣設計呢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也知道 一定是美國人 背後要他們這樣做 因為 如果你真是一名民主選舉 真是一個所謂合 即是 所謂民主萬歲 的口號之下 理論上 總統要 五十一百分之一 支持你 才可以當選 但 沒有 但當年 為什麼要這樣呢 應該是 李登輝開始 由總統選舉 當年 李登輝 其實就是 大家知道 說 國民黨人 其實就是 日本人 支持 台灣 歸法日本 總統制的地方 應該應該是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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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如果 如果 你沒有多倫 因為 總統權力 台灣的總統權力 比較大 即是 台灣的總統權力 比較大 即是 總統制 實質 總統制 總統制 的地方 理論上 應該是 五十一百分之一 多倫投票 贏才是 要贏的 如果真的 多倫投票的話 第二輪 一定會變成 難發配 自動 即是 不需要 你們自己 黨內 自己 自己 協調 即是 自己 市民會自己協調 對不對 那 有人 就是 反駁一些 所謂 有些人覺得 台灣的 選對 民主 所謂的 優勝地方 其中一個 缺點 因為你沒有兩輪選舉 就會由一個 小數黨 去 做一個 總統 做選 做一個 總統 合不符 所謂的民主 原則 只要拿到 30% 選舉 票 就可以做總統 這是什麼 小數派 政府 不是代表大多數人 那 可能 未來的 73% 其實是 反對你的政策 那 是否 所謂 民主呢 我覺得 不是 理論上 就要修改 台灣的選舉總統法律 多年選舉 我覺得 不可能 因為 國民黨當年 為何會試 就是因為被人拆票 當年陳水扁 就是 總之是 國民黨內紅 內紅 最後 搞不定 從來都是這樣的 國民黨 都是狗爭狗擊的 就不像 共產黨 三萬人 無人打狗 打完出來 才出來 出來 說話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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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臨地追堂 其實可以沿著 走陷落的 我也試過走陷落 不過 冬天不太好 冬天濕身 冬天不太好 台灣選舉 其實 考慮是否需要多論投票呢 我覺得應該要的 又是那句 執政那個 不制就肯定不制 不是的 執政不制 都要美國人制 要你做的 你也要做 好了 來到這個 叫做 什麼 行者池 好了 不要下去了 沒有人游泳 應該沒有的 冬天就沒有了 不過夏天就有些人游泳 特別是封關那幾年 因為泳池都不開 所以有些人來了這地方游泳 剛才說過 不需要兩龍選舉 第一件事 執政肯定不長 因為我 因為我這麼辛苦選到 可能我30% 34% 35% 都贏了 我下次也可能只有30% 下次贏不了 但是 台灣政治不是這樣的 台灣政治也要看美國人 美國人 如果說 你不民主 你沒有代表性 要兩龍制 美國人要你這樣 就沒有辦法 突然 你要 逼到 下屆再選舉 要 變成 兩輪投票 如果你要美國老出聲 不要讓美國老出聲 或者輿論 有輿論 出聲 或者輿論 有輿論 出聲 那就要選舉 選舉 選舉方面 一定要有 反映出來 在選舉的票數上 另一件事 投票率 我覺得 我覺得 投票率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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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整個選舉的認同性 會被人質疑 可能 不要炒作 因為 美式選舉 或者西方所謂的選舉 其實 大家都知道 燒錢 做小 一些人投票 如果正常 好像大陸這樣 人大選 就是宣委人大的選舉 其實也會被選 你不是局內人 其實你不知道他們是幾次選 而你 就說 一定會自然 高 一定要 本身的選舉 認受性低 一兩屆可能會反映出來 一兩屆的人會察覺出來 例如 例如說 民進黨都不看,發覺每一屆都是你贏的 大家都會覺得很心情選,順利低 所以一兩屆不會馬上走出來,順利低 除非在輿論上做出來,大家就是不說 很難的,說什麼都不說,要大家不說 例如說國民黨不說話,選機器不做 就算民進黨也不會努力做 因為沒有壓力,人就冷用,什麼都不做 一定要做到選區的投票率先低 第二就是要幫選民進黨 民進黨就算讓他贏,也不能贏得多 可能說他慢慢緊,大家都是三十三十 他真是不幸運,34比他贏得多 就算,如果你真的民進黨 34,可能他們計算過數 最高的,就是我們分開選 拿回最大的投票率 例如國民黨 拿二十幾個巴仙,25 現在可能是24,25到 如果那些老鬼就出來選 不是老鬼就是投票 加上民進黨又要拿二十幾 其實只要他們兩個黨加上超過52 民進黨拿不到51個巴仙 其實理論上,我們就可以質疑 民進黨你也拿不到40 你也拿不到40,50個巴仙 藍百倍 藍百倍,黑賣 他們有機會贏不到 你可能拿49個巴仙 因為白色的人會走 有些人 白色的人會走得多些 藍色的人會走得多些 藍色的人會走得多些 藍色的人會走得比較 藍色的人會走得比較 可能會走得比較 可能加上 也得不到 也贏不到 對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就真的輸了 但現在分開 反而有機會 第一件事 輸了就說分開 沒辦法了 你贏了 你整壓不了 但他們贏 不是真的要贏到這個選舉 而是要贏到51個巴仙 即使民進黨拿不到51個巴仙 就是 柯文哲 以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他們是聰明的 要看以前投票的 比率 好像上屆 加上都不夠 民進黨贏 就算是去年 拆了 韓國魚 不過韓國魚 真的 很黑 我覺得韓國魚太急進了 應該是不選的 我就覺得他不應該選 應該是今年才算 應該是今年才算 Anyway 你要我猜 主攻期望 第一是主攻期望 第二是實際的效果 這刻他們分手 就會令到 本身 柯文哲那些 不會走 柯文哲加上 但是 又好然 過不過50%呢 這個就 要看了 真的要 大家要用政治眼光 用理性試試看 選 選他們的人自然會選 反而民進黨會失多少票 我覺得 其實應該說 民眾黨的選 和民眾黨的人 不投 不投票 而且會下多少 去柯文哲到 這個 要看這兩件事 我記得 上一屆選舉 他們應該是 他們 兩個加起來都不夠 採問贏 當然 韓國瑜 即 輿論炒作 以及當年 香港 19年那時候 興奮合 你知道啦 民眾黨最強項 就是 炒作 輿論 這些事情 要想就是 民眾黨有多少人 會不投民眾黨 不投民眾黨的理由 支持民眾黨 支持民眾黨 九成都支持台獨 但問題就是 有多少是 所謂的現實主義 認為 我這一刻 台灣會打仗 支持民眾黨 台獨 支持民眾黨 有多少人認為 支持台獨會成功 台灣 會不會被中國打 美國人 會不會幫忙 美國人幫忙 能否改變到最後結果 有多少人 有不同程度 要看看 有些水 有些水很漂亮 看看 下去看看 那些水可以 其實我想搓一下船 用船來搓一下 不是犯法 是不是犯法呢 因為這個 不是喝水水糖 而是灌溃水糖 是灌溃水糖 我想應該是最後水糖的位置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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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先在這裏吃完食物 先看 先看 現在11點 就可以吃東西 因為今早做做早餐 因為之後 去到橋伯 就走無地方了 要不然 就要上去 我叫做 燒烤場那邊 OK 在這裏吃完食物 然後 設定了一套新的食物 就可以 盤山 煲一下水 簡單煲水的工具 這個袋子 首先說過 這個袋 應該是買鏡頭的時候送的 剛剛好 就可以 安裝到一個 杯 這樣就可以 不怕東西到處 可以掛在身上 因為有些人發覺 會把這個杯 勾著 在袋子裡 我覺得其實有些問題 其實一拿一拿 掃圈八糟 而且這位 其實 掃得多也會難 這個杯 即是 我這杯 都要夾百多元 理論上 都不希望它會弄爛 整套東西 這個 這個匙巾 真是很久歷史 初初我第一次行山 這個匙巾 放了很久 等下炒出來 可以放到一個盤子裡 這道東西 沒什麼 OK 其實最主要是煲水 這個 是淘寶買的 應該是最小的就青龍 這個 放在這裡 這個 是自己做的 放風板 這樣就可以放進去 這個杯 就可以這樣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放進去 煲水 蓋子 有蓋子 有蓋子 煲水有蓋子 一定會快滾一點 這樣就可以 煲水 現在試一次 之前也測試過 有一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 應該是致命的缺點 就是 很容易打射 因為這個 這個爐太小 太小 很容易打射 好 接著 點火 先不要點火 先拿點水 先放進去 放進去 排煮 放進去 這個就是蒸爐,先點火 點完火之後,要開始有一個溫度才可以放上去 因為你現在點了之後,如果溫度不夠,立即放杯上去,就會把火整熟 OK,夠鹽味 不室外,室外看不到走正爐有缺點 不是走正爐,所有爐都是這樣的 日光日白,看不到火有幾晚 嗯 純粹靠硬 肉眼看後,入面有些�pes裏開始滾起時 就可以 ج cuad chair 上次 就打射了 一定要放在比较平均的地方 否則開始沸騰 就可以放上去 再放上去 否則不沸騰的情況下 就會整熄爐 應該是水沸騰了 好了,水沸騰 不過有個缺點 就是拿不起來 這段時間太慢火了 拿不起來那個杯 一定要讓它轉一轉 把酒精燒光了 冷卻了一會兒 這個病才可以拿到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火會噴出來 就喝飽了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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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變少了,沒有魚釣 這些水塘應該... 這邊很少,聽說是乾塘的 流水鄉那邊幾年都說沒有水 沒有水的魚死了,油頭再養過,一定會少 暫時未聽說乾塘 不知道 古動水塘多人釣魚 還有很多小鳥 其實很簡單,有鳥就一定有魚 有魚就一定有鳥 那些貴口鳥都來吃東西 很明顯,這裡也看不到有什麼鳥 可能真的沒什麼魚 走一會就應該到水壩 好,這麼快 來到這個壩位 對了,上次聽說滿水就要排紅 是不是叫排紅呢 要看出去 沒有大航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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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拿船來這裡撐一下 不過要走上山都很麻煩 因為最近應該到石光場 那個位置才有車到 要搬上來都很晚 這裏上去可以過到紅水坑水塘 不上了,走了 兩次說滿水 不過現在OK 來香港很多水壩 這裏上去 由這裏直到這裏 就可以走到湖泰 那裏 坐車到市中心那裏 那條片就來到這裏 記住啦 約定了 下次一定要講區議會 好的,就這樣,拜拜 拜拜